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专题 这又是一个常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作为我们考见的应用题 喜欢考的最多的 就是平面域的面积和旋转体的体积 好 平面域的面积和旋转体体积 首先看平面域的面积 先回想一下 大学老师怎么教的 然后再说我们教材上 我们这个辅导讲义上是怎么写的 平面域的面积第一个基本问题 那就是区域D 由Y等于Fx Y等于Gx F大于等于G 实际上大家知道 F大于等于G 那就说F所表示这个曲线 在这个Gx所表示曲线的上方 他说这两条曲线 X等于A X等于B 所围成这个区域的面积 就可以有公式 F-G 就上面曲线 减下面曲线 A到B积分 但是这个智能算谁 只叫做被方程 所表示的这种区域的面积 所以 那么大学书上呢 又给出一个极坐标 所表示区域的面积 那么也就是说 Ru等于Ru Theta Theta等于Alpha Theta等于Beta 那么大家知道 Ru等于Ru Theta 是这样一条曲线 Theta等于Alpha Theta等于Beta 围成这个叫曲边线线 这个就不能用上面公式 所以我们大学书上 是不是又给了一个公式 S等于二分之一 Ru平方D Theta Alpha到Beta 直觉作标用这个 极坐标用这个 但是即使有这两个公式 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那么 作为我们复习考研 我们始终有个观点 就是在大学基础上 要往前跨一步 所以对于我们 这个辅导讲义上 关于这个面积的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不是这样讲的 怎么讲呢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观点照得更高一点 因为不管是数学 一二三哪个卷子 我们都考二重级分 所以我们照到二重级分 这个观点就看这个问题 大学为什么不能这样讲呢 因为大学讲定级分的时候 还没讲二重级分 但是作为考研书 全部学完了 我们整体的来复习 我们可以站得高一点 为什么要站在二重级分 这个观点呢 看这个问题 大家想 平面域的面积的问题 它一个更一般的问题 就是给你一个区域地 让你算这个区域的面积 这才是这个平面域面积的 这个更一般的问题 如果站在二重级分角度看 那我问你这个级分等于谁 在这个区域地上 一做一个二重级分 这个等于谁 它就等于这个级分域的面积 所以我认为这些公式都没有必要背了 以后拿到平面域算面积的问题 你就直接背一些函数取一 做这个二重级分就是面积 至于说这个二重级分用什么方法算 所以常用的是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直角坐标 一个是极坐标 适合用极坐标 就用极坐标 适合用直角坐标 就用直角坐标算 直接算就行了 可我们不用背这两个公式 这是关于面积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体积问题 旋转体的体积问题 先回忆一下我们大学怎么讲的 那么大学呢 是这样讲的 先讲一个基本问题 就这个平面域D 是由Y等于FX F大于等于0 那么跟X等于A X等于B 围成了这样一个曲边梯形 那么这个曲边梯形 分别绕X轴 绕Y轴轴 这是考验界则边 经常考动的两个基本问题 关于这个区域绕X轴转 区域体系绕X轴转 我们大学给过公式 那么给过什么公式呢 它说这个体积就等于 πA到BF平方DX 如果这个区域绕着Y轴转 我们大学也给过公式 那么公式是谁啊 VY等于2πA到B XFXDX 但是考研书上一般都是 也是这样写 但是不管大学老师 还是考研班的老师 这张公式给你以后 都会告诉你 仅仅记住这两个公式 还不行 因为他们只能算 这种区域绕X轴 绕Y轴转 但是我们考研卷子还考过 这个区域绕X等于1 Y等于2转啊 这公式还能用吗 不能用了 所以那么就会告诉你 说你光记住这两个公式 还不行 你还得学会建立 这两个公式的 那个维缘法的思想 就是转这个薄片柱体 或者薄的圆筒 建立维缘那个思想 当不是绕坐标轴转的时候 得用推出这两个公式 那个思想方法去做题 那大学老师这么讲 考研班的老师也是这么讲 一般考研书也是这样写的 理论上没有问题 但是实际做呢 就比较麻烦 你得记这两个公式 然后不能用这两个公式 你还得用那样的 维缘法去做 就比较慢 那我们的观点仍然是 在大学技术上 往前跨一步 旋转体体积这个问题 怎么跨一步呢 我们说 我们是不是也是站到 二重积分这个观 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旋转体的体积问题 它的更一般的问题 应该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应该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给你一个平面玉地 然后给你一条直线L 然后让你求这个区域 让这个直线转 这个旋转体体积 这才是旋转体体积的 一个更一般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让X轴转也好 让Y轴转也好 都是它的特例 当然有的同学说 老师你这是不是太困难了 你是还是弄一个习的这些状 但是男还是A 看你站在什么观点看 如果仍然是站在 一元的维元法 另一个观点看 当然是难 但是如果站在 二重积分角度看呢 简单 怎么站在二重积分 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 好 我们一块来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 在这个平面玉里边 先找一个小区域 这个面积记作D-SIG 那么大家想 这个小区域绕直线一转 转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转出了一个环状体 由于这个小区域非常小 那所以转出了一个 有点近似于 现在健身用的那个呼拉圈 那么这个体积近似等于谁 是不是就近似等于 这个呼拉圈的周长 再成这个小块的面积 但这个周长等于谁啊 等于二π乘半径 半径是谁呢 当然半径应该是 这个里边的点到转轴的距离 虽然这个里边的点到这个轴的 这个距离不仅相同 但是近似相同 所以我们找一个代表 在这边选一个XY这样一个点 那么用这个点到这个转轴的距离 当然跟这个点有关系 我们记住RXY 那么转出这个呼拉圈的周长 是不是就可以写成Rπ谁啊 RXY 用这个呼拉圈的周长 再成长这块面 小块区域的面积 作为这个环状体体积的近似值 也就是说 它成长D sigma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问题的违远 然后为了算出整个这个区域绕这个转的那个体积 我们是不是把每一个小块区域绕它转的那个 沿着这个区域全部加一遍 由于是在这个平面积上加 所以出来是一个谁 二重积分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旋转体的体积公式 就是V等于Rπ 然后DRXY 所以旋转体积公式就得到了 这是个二重积分 但是这个公式很好记 也很好用 因为这个区域的D 这个公式的D 就是你给我的区域 RXY是谁啊 所以是这个区域里边一个点XY 到转轴的距离 但这个也好表示啊 因为你转轴你得告诉我 转轴是个直线 假如说这个直线的方程是AX加BY等于C 那大家知道RXY是谁 那就是点到直线之间的距离公式 中学讲过这个距离等于谁 这个距离是不是就等于 根号A方加B方分值 上面是AX加BY-C的绝对值 所以这个RXY也能够写出来 那你注意 我们现在算这个宣传的体积 只有一个公式 那么有同学也顾虑了 他说老师 你这个公式 算出那个 跟人家刚才那个RX轴 RY轴这个转出来 算出那一样不一样 会不会结果不一样 还有 用你这个公式和用大学老师教的那两个公式 解决题目的时候 你这个会不会来得更麻烦 因为人家算定级分 你要算二重级分啊 那好 我们回过来 我们看 我们这个算出到底一样不一样 那么算的时候 到底谁会来得更简单 我们回到刚才那两个基本问题 那么大家注意 所以刚才那两个基本问题是这样的 你看 我们刚才得到的公式写到这 我们只需要接一个公式 V等于谁 V等于2π 然后D 这是谁 RXY D Sigma D就是你给的区域 RXY 就是这个里面的SY 这个点到转轴的距离 好 现在我们用了我们这个公式 来解决你的第一个问题 就这个区别提醒 绕X轴转 我们带我们公式 VX就等于谁 2πD D是谁 就你这个区域区别提醒啊 RXY是谁 RXY 大家知道 就这个XY 这个点到转轴的距离 现在转轴是谁啊 X轴 你说XY 这个点到转轴 X轴的距离是谁啊 那不就是Y吗 R 设计写好了 然后就变成这个区别提醒上 这个二重积分怎么算 大家看 这个直接在直接做比较像 画哪次积分就可以了 先Y后X 那这不是Y底Y 最后对X座 X最小A 最大是B 那么先对Y座 做平行Y轴的射线 从哪进 从这进 这的Y等于是 零 上面的Y等于是 FX 但注意这个R 这个Y 原来数是Y平方 对上下线 是不是就是F方 从来是不是就这个结果 一模一样 所以你不要担心 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来看 用我们这个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绕Y轴转 那我们呢 VY等于谁 R P 然后D 这个时候R XY是谁啊 它应该是表示 这个点到Y轴的距离 大家看 XY这个点到Y轴的距离是谁啊 X 你只要把这个地方 换成X就行了 下面算这个二重积分 因为跟这区域一样 定线一样 所以写成R P DX 那边是X底到Y X从哪到哪 A到B Y从哪到哪 0到FX 因为里面对Y积分 X是常数 最后就是F减0 出来就这个结论 所以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这个我们这两个过去解决过的 绕X轴绕Y轴这两个问题 在我们这儿就是两种特例 直接用这一个公式 马上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算出来跟它是一门一样